我們希望能夠把這個運動啊 做得越來越不行 那其實這個活動你可以說是一個開始 但也未必說一定只有我們做 我的意思是說 幫板橋其他的你 或者是三重也好 盧州也好 新莊也好 大家覺得 由館長跟我一起發起的這個活動 對我們銀髮族和媽媽姐姐很有幫助 所以這個可以說是一個拋磚引玉的活動 那我們一開始先從板橋的三個林開始示範 他其實為期兩個月 我們辦這個活動不是一次性的說 今天來跳一下就沒了 運動完了以後隔了一個禮拜再來 隔了一個禮拜再來 這樣累積了幾個禮拜 大家覺得 真的很 對身體 對心情都很有幫助 那我們也會累積 大家在這兩個月的期間當中 三個禮 我們這些長輩給我們的一些反饋 看活動的內容 是不是有需要再調整 當然我們的確 我們的目標 是能夠把這個活動 在新北市的各個區 各個禮都可以推廣下去 我覺得喔 真的大家不要一天到晚想選舉 現在比較重要的事情是 我做為一個立法委員 在國會裡面 把現在的工作給做好 那新北是我的責任區 我們在地方服務上面 就努力做 認真做 為了新北市民的權益 不分中央地方 不分黨派 大家一起攜手投訴 我相信這個才是 絕大多數的市民朋友想要看到的 我再跟大家報告一次 我覺得從事公共事務 最重要的事情是 你希望做的事情 推動改革的理念是什麼 跟人民做出承諾 你就要努力的去完成 在這個過程裡面 不需要悠長未經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覺得民主政治 之所以是一個責任政治 一個最重要的原則是 當我在競選的時候 跟選民開的支票 這一張支票要兌現 如果這張支票沒有辦法兌現 我們就要負責任的跟選民報告 我為什麼沒有做到 是我能力不夠 還是我的票數不夠 跳票你就好好的跟人力解釋 為什麼跳票 那我們現在一起努力積極來做 這才是台灣之福 這才是民眾之福 我們在推動國會改革 是希望我們的國會 更陽光更遠的 能夠有效的監督制衡行政權 那針對一些違法安全 貪汙腐敗的事情 人民選出立法委員 就是希望我們在裡面 發揮監督制衡的功能 不是進去裡面護航 更不是進去裡面實力的 那就是論事 我們對於國會改革 台灣民族的深化 扮演了非常關鍵的角色 所以台灣民眾黨黨團的立場 非常的清楚 我們會反對行政院所提出的不一樣 當然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會秉持跟過去一樣的精神 我們會更努力的 來跟我們所有的民眾對話 溝通 讓大家清楚的了解到 為什麼這一次的國會改革 對於讓陽光照進國會 對於防止我們的政府 康悟舞弊 有重要的意義 謝謝大家 請多多指導 請多多指導 發抗 fancy 張